这位年幼的男孩 自小就拥有与动物交流的能力 然而 这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好的改变 让别人以为他沾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这不 他父亲为了儿子能够回归正常 原本想花重金从华夏 请一位正宗的道士 但奈何没有门路 只能退而求其次 请牧师来给男孩做法 然而 牧师那十分浮夸的表情 不仅没有任何效果 还吓到了沙发上吃瓜的狗子 直接就是撵着牧师咬 而狗子也因此被送人了 不知道是牧师确实有能力 还是其他的原因 杜利德从那天开始 便失去了与动物交流的能力 他开始按照父亲的期望 努力成为一个普通人 或者说是一个冷漠的人 但是自己的小女儿 却变得十分喜爱动物 虽然杜利德十分疼爱这个女儿 但杜利德还是对他的喜爱 从没给过好脸色 这天 杜利德与家人约好一起外出野营 但半路上他却接到消息 得知自己开的诊所被收购了 叫他过去办理手续 无奈 只能让家人先行赶去 等到杜利德处理完事情 准备前往营地跟家人会合时 才发现 女儿忘记带走的仓鼠 起初杜利德并没有在意 可突然 杜利德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将头转向仓鼠 一大一小的两个生物 就这样互相对视起来 但此时的杜利德 兴奋得都快哭出来了 为了庆祝自己又能跟动物说话 当即他就决定 拿这只仓鼠来感谢老天 但转念一想 这可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 圈养的宠物 为了不再让自己分心 他跟仓鼠约法三章 不能在自己开车的时候干扰到自己 见仓鼠同意 这才将仓鼠拿了回来 为了防止他又突然搞幺蛾子 还特意将仓鼠绑在了车顶 男人知道他就是个戏精 也没有搭理他 兽医随即拿出温度计 准备给狗子测个体温 他将温度计身向狗子的后方 直接插入进去 狗子感受到后面的义务 此时正在逐渐深入自己的体内 连忙寻求杜利德的帮助 但兽医可不会让他干扰到自己的工作 无奈 杜利德只好出声提醒兽医 温度计应该测好温度了 兽医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便来兜狗子身旁 却发现温度计 竟然被狗子后面全吞进去了 但兽医毕竟惊艳老道 什么场面没见过 随机戴上塑胶手套 对着狗子后面一顿摸索 检查完成后 杜利德原本想将狗子送去收养所 但却在打电话时 被女儿听到了狗子的叫声 无奈 只能带着狗子回营地 晚上的时候 杜利德想趁此机会 为妻子做个全身检查 却被不请自来的猫头鹰给干扰了 他飞了很多营地 希望人们能够将他翅膀上的树枝拔出来 但没有人理解他的意思 杜利德这里已经是第二十个营地了 原本不抱希望的猫头鹰 竟然发现男人不仅帮了他 而且还能跟动物说话 这可不得了 没过多久 杜利德就看到 猫头鹰不仅又回来了 还带了一群受伤的动物 而这是因为猫头鹰回到森林后 就将这一发现告知了动物 大伙一听连忙赶了过来 无奈他只能一个一个治疗 不过在处理一只喝高了的猴子时 得知他竟然将老虎放了出了 这可把杜利德吓坏了 连忙开车去找老虎 却发现老虎正躲在钟楼上准备自杀 原来老虎一只被疼痛折磨着 好在杜利德带领动物们赶到 这才将老虎劝说了下来 随后将他送回了马戏团 手术台上躺着两只杰瑞 而男人此时正给一只杰瑞做人工呼吸 这一幕刚好被他的妻子 以及自己的同事撞见 虽然成功挽救了杰瑞的性命 但这也让妻子认为杜利德脑子出问题了 便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他坚持自己没有病很正常 但精神病怎么会说自己是精神病 他们都认为自己很正常 荡朗狗子跑来找他 杜利德原本不想搭理 他觉得自己现在这样 都是帮助动物造成的 但最终还是因为不忍心 决定前往帮助老虎 他们从马戏团将老虎接回家 而此时 杜利德的一名同事却生出歹心 想要跟另外一人评分诊所 但他却不愿如此 直接就请他吃了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随后两人借助晕倒的同事 将老虎成功运送出去 来到手术台上 杜利德看完给老虎拍的片之后 确定老虎确实脑袋有问题 便准备开始手术 而此时的马戏团发现老虎失踪了 当即就报了警 这可把警察们吓了一跳 连忙展开侦查 最终发现老虎现在正在医院 而此时杜利德的妻子 经过父亲的解释 便走到手术室 陪自己的丈夫一起救助老虎 而此时警察们也赶了过来 好在狗子足够聪明 带领一大群动物堵住了警察的去路 这一不可思议的场面 被电视台直播出去 围观的动物们也都在欢呼雀跃 而这也让杜利德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虽然自己曾经也犹豫过 但现在他决定不再隐瞒 继续为动物们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